上帝可以使用任何人的圣经提到的一些大卫的人的勇气 做了显着的东西在他们的一生 他被记录下来 这些是得名称强大的男人大卫 Joshabeshibit的Tajmanite 其中最主要的船长 他被称为Adnold Azman 因为他杀死了八百人在同一时间 在他之后 是以利亚撒的儿子杜杜鸟亚和人 三个大男人 大卫当他们违抗非力士人人都聚集在那里 战斗 以色列人不得不撤退 他出现袭击非力士人 直到他的手是厌倦 他的手卡住了 剑 主带来的一个伟大胜利的那一天 和人们返回以后 他只掠夺 在他之后是 沙玛的儿子环境紧急事件咨询小组案 非力士人曾聚集 在一起成为一个部队 在那里有一块地权的小贬斗 所以人们逃离的非力士人 但他铸扎自己在该领域的中间捍卫他 杀死了非力士人 所以主带来的一个伟大的胜利 二塞缪尔二十三比八到十二教训 上帝总是引人注目的事情经过的任何个人或一群 人释放自己对他使用 上帝可以使用的任何人 他会利用你和我 如果我们合作他 程度上帝的 使用的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 如果一个人说 是的主上帝会高兴 flex他的肌肉 并使用同直到世界充满了他的荣耀 因此每个基督徒应该熟悉的声明说 如果上帝能使用的任何人 他可以用我 祷告 亲爱的 主 如果可以使用的任何人 你可以用我 我准备好了 供你使用 我让下我的骄傲 我的释放自己使用 我不会被反叛你了 我会做任何你 问我要做 我会跳如果你说的跳的 我会做如果你说的 坐下 我会停止质疑您的权威再次 但是我会完全产自己给你 请用我今天 明天和一整天我的生活 在耶稣基督之名我 让我的请求 阿门